再来关注公共交通,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,未来三年上海将投资1100亿元,完善公交快速出行网络,同时推出多种优惠票方案,让市民的出行更加便捷。 根据上海市2007至2009年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三年行动计划,今年轨道交通6号线、8号线、市光路到耀华路段、9号线、松江新城到桂林路段的三条线将建成市运营。 1号线延伸到副锦路停车场,4号线将实现环通,轨道交通总长将超过230公里,并新增20公里以上公交专用道。 到2008年将完成60个交通枢纽建设,轨道交通再建7条。 到2009年,市海将形成11条轨道交通线路运营或市运营的基本网络,基本形成多种交通方式之间有机衔接和便捷换乘的布局。 为降低市民的出行成本,今年内环线以内全部公交线路将实行换乘优惠,明年将研究推出全市线路优惠换乘方案,以及学生老年人优惠方案。 2009年将推出日票、周票等多样化票制。 到2010年,市海公共交通客运量占机动车出行比重将达到65%以上,高峰时段的公交车辆时速将达到15公里以上,准点率达到90%。 。